- 先跟各位再說一次說明喔 這支影片是我成本最低的影片 因此不會有大量的圖片 而且我也不會上字幕 主要希望它可以達到類似聽廣播的效果 讓各位觀眾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跟著這個禮拜的美曼的新消息 OK 我們開始吧 這個禮拜有個非常重要的消息 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勇士漫畫》的電視劇呢 《忍者K》已經上線了 昨天上線了 所以各位如果想看的話呢 我相關會附上網址 大家可以去直接點開文章 就可以免費觀賞《忍者K》的電視劇喔 這是第一集 所以大家如果想跟坑的話 是很適合大家入坑的 整理故事節奏很快 因為總共只有六集 所以不會花大家太多時間 而且一集是22分鐘左右 然後《忍者K》真的非常的帥 所以看就對了 說到《勇士漫畫》呢 我想跟大家再做一次宣傳 因為我上次跟YBY拍攝了一支影片 是為了要推廣《勇士漫畫》製作的 那它有辦一支抽獎活動 我這邊會附上一張圖片 這圖片呢就是 各位觀眾只要看過那支 推廣《勇士漫畫》的影片 然後在這個文章下方留言 回答我一個問題就可以了 只要回答這問題呢 就有機會抽中 由YBY提供的正版中文《勇士漫畫》 所以請各位觀眾呢 這次的抽獎活動務必上車 好了 關於超人80周年紀念活動的就是 因為超人的主場動作漫畫 已經更新滿1000期了 應該是連載滿1000期了 這真的是一個不得了的數字啊 所以如果各位是超人的粉絲 真的要買下來 這個禮拜我知道最多的問題就是 關於超人的動作漫畫怎麼買 它這段時間出了兩個刊 一個是80周年紀念刊 它很厚 它是一大本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 從古到現在的一些 算是紀念性質收入的漫畫作品 如果你真的是想買1000期的話 1000期的封面是長這個樣子 各位別買錯喔 80周年紀念刊是500多塊啦 然後如果是紀念期的漫畫 如果是1000期的漫畫是90塊 那帥狗之後也會開團 跟大家一起看有沒有要買啦 可以上車帥狗開團幫大家買 因為我自己也想買 還有上次我在影片裡面提到說 動作漫畫箱跟超人漫畫箱 特價是75折 其實我說錯了 是25折 非常的便宜 還不買嗎 數位版的 直接買了 超便宜 我覺得我這樣子好像有點工商的很大力是不是 是不是 這不是工商 我絕對不是在工商 我只是覺得很值得購買 感覺就是一直買買買買買 我突然變成AJ 好了沒有啦 就是如果真的喜歡超人或動作漫畫 這次的活動是很值得參與的 好 現在的消息是這禮拜最新的消息 超人跟蝙蝠俠又有一個新的合作對象 而且這次是以 Injustice 就是不易聯盟的故事為舞台 他們這次要跟一個很古早味的動畫 很古早味的漫畫合作 在台灣的話翻譯叫做太空超人 陸易叫做宇宙巨人西曼 我怎麼覺得這次的翻譯兩邊都沒有做好 我如果翻的話我會翻宇宙俑者西曼 宇宙巨人是什麼 他已經那麼大隻而已 要不是凹凸曼 啊那個作品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印象啊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90年代的觀眾可以在Couch Me Never看到 就是一個小瘦雞 但其實也沒有很瘦 他的身材是有點健美 一個男生拿著一把宇宙劍 然後說 偉大的天神 前測給我神奇的力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反正就那部動畫 他的漫畫要跟DC合作 其他現在也是DC的 那他們這次要跟InjusticePK 超人就是大反派 老爺又跟他們一起搞事情 好說到這點呢 補充一個就是 關於老爺跨刊或是跨世界合作 他跟忍者龜的合作已經出到第二年 然後這次呢是 蝙蝠俠加忍者龜 還有結笨Shred 要一起打那個BAN 就是班人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因為那個刊其實我沒有繼續追 如果大家對這個主題跟這個合作有興趣 可以去挖來看看 應該還蠻好看的吧 好這邊我要附上一支影片 那這影片可能會有稍微劇透的畫面 因為就是 Avenger這個禮拜 釋出的最新預告片 是那個黑寡婦跟隊長聯手 K那個上路士的手下 那個動作系我覺得非常好看 那我要數三次就開始放了 如果怕被劇透 或是不想看這段觀眾朋友呢 可以切台 好 3 2 1 看完這支影片之後有沒有更期待Avenger啊 我好期待啊 有沒有這種跳槽的感覺 再來一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關於 Deadpool第二集的預告片 Deadpool開了一個玩笑 開了DCEU的玩笑 就是說 你這個人好黑暗啊 你真的不是從DCEU過來的嗎 其實外國粉絲是對這個話題非常的 熱情要討論的啊 不是惡意的討論啊 各位要搞清楚 因為我知道DCEU跟Marvel很愛戰 這個不值得一戰 其實國外粉絲是覺得有趣的方式 在討論這個話題 就有一個粉絲留言說 我認為呢 要這種酷熟的話 我們可以派出Tintitans GO 跟Deadpool打對牌 拜託 我覺得Tintitans GO 真的是不知道製作群都刻了一些什麼 都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東西 尤其Tintitans就是他們的成員啊 每個人大堆都變超粗超壯 每個人大堆都有超能力 還一直踢 踢老奶奶 踢壞人 連蝙蝠俠都踢 而且羅賓踢蝙蝠俠 是要跟他說真的sorry 所以他如果拿Tinti來跟他打對台的話 我是覺得很有趣 再來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關於回滅日時鐘 這不算是分享 因為有很多觀眾看了我的 回滅日時鐘之後 第四集有一個問題 他覺得時間線很混亂 那麼我跟大家做個簡單的整理 因為回滅日時鐘第四集是以 第二代羅夏 雷吉為主角去敘述 從他小時候到他成為羅夏 整個過程整理好給我們觀眾 其中會有三條時間線 一個就是雷吉小時候 然後成為學生 然後到被抓去精神病院 然後之後又到了主宇宙 然後被蝙蝠俠抓去阿卡漢 分成為這三個階段 然後其中從他小時候 到他進精神病院之前 這個時間是過得很快 巴擾搞了一個大事 就是召喚那個虛礦怪物 就是宇宙生物 然後攻擊整個紐約市 然後造成很多人死亡 其實雷吉的父母也在那段故事 咯屁了 然後咯屁之後雷吉看到光了 有發神經的狀況 就跟克蘇很像 那個人崩潰很瘋了 雷吉發瘋了 發瘋之後就被帶到精神病院 然後在精神病院認識拜倫 就是那個菲兒小 那個守護者的英雄 然後在那邊認識之後 他也在那個階段進行成長 成長的話也被一個 很愛搞事情的那個精神病院的 醫師喔 哲學家 揍他幹嘛的 他就在那段成長 然後成長完之後 他越獄 他放火燒了整個精神病院 然後跟拜倫想出去找 發老算帳這樣 可是拜倫卻看到火光之後 就有菲兒撲火的那個概念出來 他就回去 撲到那個火堆裡面 啊咯屁了 啊就只剩下雷吉一個人 去找發老 然後找發老之後 他跟發老 他本來想殺了發老 可是發老他 就是很後悔 搞了這麼一件大事 殺了很多人 他也意識到有辦法可以拯救世界 雷吉就被他這個拯救世界的概念 跟他 就是悔意打動 他就暫時 饒了發老 然後跟發老一起到了 第四季的主宇宙 然後被蝙蝠俠押去阿卡漢 然後蝙蝠俠呢 就是他 我猜測是蝙蝠俠 有人猜測是阿福 反正就是有人假扮成一個精神病的醫師 來關心第二代羅夏 我們可以理解就是 老爺很擔心這個人會在阿卡漢搞事情 那 所以特別來觀察他 沒多久 阿羅夏就真的越獄了 這大概就是 鬼滅劇時中第四集的整個 時間線的狀況 如果各位觀眾 看過 然後沒搞懂 大家聽了我這個解釋 可以回去看看 嗯 希望這樣比較好吸收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鬼滅劇時中第四集是 故事量很紮實的一個作品 所以如果有看這支影片 觀眾沒看過的話 我很推薦這個影片 你可以去看看 因為非常的好看 好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呢 歡迎分享給你可能會感興趣的朋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按下訂閱鈕 記得打開鈴鐺 打開鈴鐺的話 你就在我搞事前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而且我還是也把資料整理好啊 沒錯 這就是NG 你們看到就是我在跟我背後朋友吵架 好 以上就是這支 哎呀哎呀 好 以上就是這支 啊啊啊 可惡 我要打人出氣 滾 滾 殺死 哈哈哈哈 咳